hello大家好,我是朱仁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拍摄出炫酷的武打动作片 很多朋友一开始在拍摄动作一篇的时候就会有不少的误区 比如说两个不会打架的人去凭空想象一段武打的动作 实际上实用性打斗的动作拍出来并不一定好看 很多从小练习武术学过拳击的人也不一定适合去当武处之导 说到底,拍摄中归是拍摄 要了解运镜的方式以及动作呈现在镜头面前的效果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拍摄是一门技术 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经验 比如说打戏这些都是假的 什么人都可以拍摄武打戏 比如说打戏是真的 武打演员真的打到遍体零伤 每一场戏都是用生命去拍摄 其实这些都是真学的 因为拍摄武术片会有很多方法 可以使用提升,可以使用粉镜头 可以利用长焦错觉营造的假打效果 等等 看这些都是针对没有无数更迭的演员所使用的方法 若是拍摄使用一定到底 以及大场景的拍摄 上面这些投机取消的办法 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这个时候就要靠演员本身死打死的真本事 好的话说为来 上年年底我们非常荣幸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Choice Team Turbo E团队合作 拍摄了我的一条短片作品 了不起的上司 他们曾经参加过多部 成龙与希瓦辛格的电影拍摄 并且他们还是DJI打枪的御用广告影员 在本事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接下来正式要跟大家分享这几点 首先我们确定了服作关系以后 发给了他们剧本以及分镜 我是指导特鲁伊询问了我的意见与想法 我告诉了他们我比较喜欢黄牌特工的长青头 因为上司题材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稍微暴力以及血腥的元素 了解了我的想法以后呢 他们便开始了大致的动作构思 虽然我的分镜上面也包含了动作打斗的部分 但是这部分他们是会重新设计的 只保留对剧情具有推动作用的重要内容 到了拍摄排练现场呢 他们拿出了预先准备的笔记 开始了动作的铺排调度设计 过程当中是一道剧情对白表演的地方 还有特效都是由我来把控 常常情况下他们排练过程当中呢 我不会中途给出国的意见 因为这反而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效率 在整个无处表演团队都熟悉了整个流程 走位动作后呢 他们便开始拍摄一个demo预演 这要强调的是demo非常重要 他们尽可能在预演的过程当中 表现出好的效果 尝试多种角度的拍摄 升格比正常的速度 都会一一去尝试力求完美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dem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大概花了两天的时间来排练以及拍摄这段demo 我也稍微偷了一下师学到了一些干货 在拍摄打透动作的时候呢 摄影机的运动与演员的动作 若是双方都是反向运动的话呢 这样子会呈现出更强的速度感 还有比如说本片中的长镜头的拍摄 演员配合摄像机在适当时刻停止动作 以后期加速的实现摄像机大范围高速移动的效果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 但是有出效果的技巧 希望对里面有用 好的 需要注意的是 在前期准备服装道具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提前试装 因为这涉及到服装的松紧 因为这部的关系呢 摄影师的影子非常的容易穿帮 所以幸好我们不单止在武馆拍摄demo 我们自己还在拍摄现场测射灯光 提前预知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们灯光呢 都是打的顶光 尽量让摄影师的影子变小变短 另外呢 我们要保证每个打斗画面的衔接流畅 我们不可以改变烛光的位置 只要有特写的地方才会稍微曝光 这跟我之前的拍摄经验有点区别 所以第二场打戏 灯光明显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只好把GH5的ISO拉高到3200 让画面有了一些噪点 这一点我是比较遗憾 不过整体的拍摄也是非常顺利 你说的演员工作人员 都非常的敬业 以及出色完成了这次拍摄 最我想说的是 我对Choice Team的看法 首先我很感谢他们能够参加这次的拍摄 然后作为动作演员来讲 他们的演技不但非常棒 而且还精通拍摄剪辑音效特效 他们很非常热爱创作 他们也非常关注前沿的器材设备 也有使用Automus的录音机 以及TGI的无线更加设备 他们在YouTube自己的频道 也上传自己的作品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他们是真正热爱颜色 并不是纯粹把它当作商业 或是赚钱的工具 另外如果你们好奇我的英文水平 我只能够说我的英文其实不怎么样 和Choice Team的交流 我有时候只能够绷出一两个单词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沟通是靠团队的翻译 以及我们各自自体语言的一些猜测 以及理解 回来之后呢 我也觉得我需要提升我的口语英文能力 以及掌握一定的影视专业的词汇量 这样子才可以让我的演技 以及我的能力全方位得到一个提高 所以我在B站也有看几位大佬翻译的国外的 Casey Neisser的RAW 以及Peter McKinney的这一个教程以外呢 我也自己有在使用这个Campi软件 里面都是母语为英语的老师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爱好 有摄影画画健身 风调等等 如果像我英文这么猜的话 你可以选择会中文的老师来协助你商科 喜欢学什么就弹手 这部分当中让一口烂英文的我 面对老外讲英文也再也不会紧张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 你可以免费体验15分钟 关键的是这个软件上课不贵 而且性价比很高 实际上这个软件并没有给我钱 我只是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软件使用的感受扯得有点远 其实我在北京拍摄上支片的周期 为两个月的时间 从10月到12月初 其中很多幕后辛酸的故事 遇到了不少的挫折与困难 这时候我要感谢一下我身边的小伙伴 郑健好阿三跟廉年的合作与支持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里留言 如果留言做得多的话 我会拉到他们留意机 我们的上试片幕后 学了一次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好的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周健好 我们下次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